好 所以我們要介紹的是血液 那同學在抽血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血如果放久了會呈現兩層 哪兩層呢 上面的話有點怎麼樣 黃黃的液體 有沒有看過你會流出黃黃的液體 有些時候傷口會流出一些水水的東西 不是濃喔 是有一點黃黃的液體 會凝結成分 對會很像那個 怎麼講就是黃黃的然後會結塊對不對 好 沒錯 上面的這一層叫什麼呢 叫做血漿 大部分都是水的成分還有一些養分等等 那下面這個是什麼呢 血球 所以血液也包含了血漿跟什麼 血球 那同學你知道嗎 你可以想像 當一隻蚊子在吸你的血的時候 它會吸到什麼東西 首先它會吸到有點 你猜猜血漿吃起來什麼味道 欸 血液鹹鹹的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 因為我們身體本來只有鹽分對不對 你有沒有有些時候被人嘴巴流血 或是知道血液的味道是鹹鹹的對不對 好 鹹鹹的 好 所以呢 第一個 血漿是鹹鹹的 對 你說它有鐵的味道 你說它是紅血球 好 所以你知道嗎 各位 蚊子在吸我們的血它是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它很像在喝什麼 喝珍珠奶茶 你知道嗎 蛤 為什麼 珍珠奶茶裡面有珍珠一顆一顆對不對 它有奶茶是 所以呢 奶茶就是像什麼 血漿 啊 珍珠就像什麼 血球 而且它喝的是鹹鹹的奶茶 就是鹹鹹的 然後有顆粒 對 鹹球是一個顆粒 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蚊子那麼喜歡喝你的血 因為它每次都免費的鹹珍奶可以喝 因為它吸的時候就 會有咕嚕咕嚕咕嚕的 欸 這是紅血球的味道 真的 然後呢 欸 還有一點點鹹鹹的 那是鹹鹹鹹的 你剛剛在喝那個番茄汁對不對 所以 所以就是 不是那個嗎 那叫什麼 木光之城之類 吸血鬼 所以喝那個血液 好 愛的話喜歡喝 他也喜歡喝珍奶 好 那同學 那血漿裡面又裝了什麼東西呢 血漿裡面其實大部分都是什麼 水 水分 還有呢 裡面你猜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會發生血漿 養分 養分 欸 什麼叫養分 包含什麼東西 你的血液中會有什麼養分 血漿裡面有什麼養分 像是 對 像是礦物質對不對 還有葡萄糖 葡萄糖就稱為叫什麼呢 叫做血糖 有沒有聽過血糖 有 血糖就是血液中的什麼 葡萄糖 所以 像是葡萄糖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蛋白質 當然很多成分 還有什麼呢 還有髒東西對不對 叫做肺乳 好 同學你知道嗎 其實你身上的二氧化碳 大部分都是跑到血漿裡面去 我們呼吸的二氧化碳 大部分都是跑到血漿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物質 像是什麼 鞍啊 我們阿摩尼亞 那些東西以後會學到 好 好 這些都在廢物啊 還有 對 還有什麼呢 我們身體還有一些激素 什麼是激素呢 激素呢 是什麼東西 激素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聽過 什麼 生長 生長激素 好 等等 其實激素有另外一個名稱 你們應該聽過這個名稱 叫做賀爾蒙 有沒有聽過 賀爾蒙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女生跟的是激素都不一樣 沒有 賀爾蒙有 很多很多種 那你講的那是叫做雄性激素跟磁血激素 那是其中一種 激素有很多啦 還有什麼 胰島素有沒有聽過 胰島素也是一種激素 我們以後會學 我們在下個單位會學到 好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像是抗體的東西 抗體是一種 可以 殺死外來吸菌啊 那些東西的一種 一種 白血球所分泌的一種 蛋白質 我們之後再學 好 那這是關於血漿的部分 那最多的成分就是什麼 水 90%都是水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血球 欸血球比較簡單 有哪三種血球呢 第一種是很大一顆 然後呢 裡面還有 還有核對不對 還有三個核 兩個核對不對 細胞核 細胞核 唯一具有細胞核是誰呢 白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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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 你在那個課本的照片上面 看到白血球有幾顆呢 才四顆而已 請問它的數量多還少 非常少 基本上平常不太容易看到 什麼時候才會看到它呢 生病的時候它才會跑出來 好 所以第一個叫白血球 第二個呢是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而且中央有點凹陷下去 這是什麼血球呢 紅血球 對不對 雙凹圓含 血球 雙凹圓含 那你的血為什麼是紅色 是因為誰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紅血球 因為白血球不是紅色的 血漿也不是紅色的 只有誰是紅色的 只有血球是紅色的 所以其實是因為我們的紅血球很多 所以看起來才是紅紅的 像其他動物 像昆蟲它的血球就不是紅色喔 是藍色 對它是血青色 有點青綠色的 因為它有銅綠色 所以看血球是什麼顏色 它是血就什麼顏色 好第三個是最小的血球是什麼呢 血小板 血小板 非常小 你知道它怎麼來的 它是一種細胞的碎片所造成 所以你知道它是血小板 非常小 小碎片 好 那麼呢 這三種血球只有誰才有細胞核呢 只有白血球有什麼 好 具有細胞核 其他都怎麼樣 其他人都 沒有細胞核 好 那第二個 白血球的功能是做什麼用 吞 它可以吞誰呢 吞是病菌對不對 你感冒啊 你生病 不管是病毒啊 或是細菌啊 都可以吞 把它們吃掉 那它怎麼吃呢 它的吃法跟一種生物 單細胞生物很像 叫做變形蟲 變形蟲是怎麼吃東西的 就把它包起來對不對 吞下去 那我們的白血球一定做這種事情 這叫做變形蟲運動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今天那個微血管的管壁呢 很薄 而且有一個小縫隙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從那個小縫隙怎麼樣 鑽出去喔 它會變形 就像說你現在門都關住 你可以從那個門縫鑽出去 那你就 就知道變形蟲 它可以這樣鑽出去 好 第三個 什麼時候會變多呢 生病的時候 你的白血球會怎麼樣 增加 它會增加 所以醫生看你有沒有生病很簡單 看你的白血球怎麼樣 就知道了 那紅血球為什麼吃起來有鮮 有那個鐵的味道 因為它有什麼呢 有血紅素 血紅素是什麼做的呢 含有什麼 含有鐵 所以聞起來很像 鐵鏽的味道對不對 那它可以做什麼用 它可以攜帶什麼呢 氧氣 運送氧氣 那同學有沒有聽過 一氧化碳中毒呢 就是你的血紅素 被一氧化碳占去了 就不能呼吸 所以一氧化碳中毒的人 它會全身無力 然後就昏迷 就死掉 那最後一種是血小板 血小板是負責傷口的什麼呢 癒合 你如果不小心跌倒 流血了 你的傷口 這時候血小板就會怎麼樣 衝上去 把它怎麼樣 把它堵起來 就可以避免 好 那這三種血球最多的是誰 它是最多的 最少的是白血球 如果要看這種話 如果有生病 白血球就變多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這個 血球的部分 那只有它有細胞核 其他兩個都怎麼樣 沒有細胞核 然後記起來 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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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